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装自了MD日冷漆8845HS标压移动CPU的高性能迷你电脑 B-Link LINK SER8 SER8的外形和SER7有很大的不同 CNC金属机身 类似Mac mini或者小米米粒主机 类置的CPU更换为最新的8845HS 一直以来我们知道米粒主机的散热和静音和很多因素相关 比如散热结构是液晶还是均热板或者是热管 比如性能发挥均衡模式还是性能模式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我们没有考虑过的重要因素呢 B-Link LINK SER8 装置MD-Rain 78845HS 8核16线程的标压移动CPU 类置Radeon 780M核显 DDR5内存5600MHz 双M.2 P3E 4.0 NVMe接口 三屏显示输出 2.5G网卡加WiFi6 打开看一下 所有的配件都在这了 HDMI线揽 螺丝刀和香蕉垫 系统安装U盘 说明书 这单槽小电源 19V 6.32A 一共120W功率 拿起小主机 深空灰色CNC金属机身 还挺漂亮的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前置耳麦口 Type-C数据接口 USB 3.2A口 后面板 USB 3.2A口和USB 2.0接口 2.5G网络接口 DP 1.4A接口 USB 2.0接口 HDMI 2.1接口 后置耳麦口 USB 4接口 49V电源接口 底部 后部都有进出风道 取下4颗底部螺丝 提拉这个塑料拉手 就可以取下底盖 这是一个防尘网 必须给个好评 取下两颗螺丝 可以打开防尘网 双DDR5内存插槽 最大5600MHz 硕大的NVM1 SSD的散热器 我们取下这两颗螺丝 双M.2P3E 4.0X4的NVM1插槽 左边这是WiFi6无线网卡 我们给这台准系统 装上内存和SSD 爱国者7000Z 2T SSD 英锐达DDR5内存 BIOS里可以设置核显专用显存大小 我设置了8G 手动设置性能释放 本次测试我们设置了稳定65W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一条直线运行在65W 整机功耗跑在了91W CPU频率运行在4.3GHz 随后一直跑迟 在单烤的60分钟内 S128的CPU功耗保持65W 时温34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89.5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44度 散热能力非常优秀 我们首先使用BLINK S128主机的 瑞人7-8845HS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9分039秒 共计579秒 非常优秀的成绩 只比我们测试的 RG-LUCK的Ultra 9-185H 慢了仅仅5秒 排在了所有小主机的前列 超过了所有MD780M核显的小主机 CPU-Z多线程7112 单线程678.8 多核性能超过了GTR7和SER7 GagBench 5多核12256 单核1958 超过了Mac mini M2 Pro 也比绝大部分的7840HS都强 GagBench 6多核13203 单核2618 多核性能仅仅比185H低了300分 CityBench 223多核17179 单核1773 多核性能上了17000分 非常不错啊 PASMARK多线程32792 单线程3994 多线程的成绩超过了发挥最优秀的7840HS 包括自家的GTR7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SER8 8845HS 65W的性能发挥 比GTR7和SER7都强 是目前所有7840HS和8845HS迷离主机的最强者 它是目前最强的AMD锐人7小主机 娱乐大师总分1635932 CPU得分948795 我们还给这台8845HS运行了OpenWT测试 AES940972 XX20373208 CORMARK509689 在CORMARK成绩上 它排在所有迷你电脑的第四名 我们也让8845HS跑LAM3大语言模型测试 还是探测试编程 结果是7.67Token每秒 列入图表看一下 SER8是目前核显表现最佳的 不过AMStudio没有用上NPU 这个测试成绩 所以仅供参考 接着玩游戏 DMP-51080P高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80多接近90帧 复杂场景70多到80帧 荒野大标科2 1080P低画质 运行评固测试 平均帧49.9帧 英雄联盟 4K重画质 最后大成战 90帧左右 原神1080P高画质 跑起来接近60帧 新穷舔道 1080P非常高画质 跑起来60帧 这就是78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游戏测试完以后 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 温度传感器数据 室温34度的时候 CPU最高温度89.2度 SSD最高温度45.4度 DDR5内存 最高温度63.5度 非常低啊 我们也看一下3DMark的测试结果 Time Spy 3023 Fire Stick 8577 Still No Mad Night 2977分 稳定度99.1% 把3DMark的测试数据 也做成了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成绩 只低于 把MP DDR5内存 超频到7500兆 核子的小主机 目前是780M核显里 5600兆 可更换内存小主机中 最强的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 最高支持 4K144核子 10位2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满血的HDMI 2.1标准 USB4和DP接口 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 4K144核子 10bit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 超频到160核子 超频后 USB4和DP接口 能够支持 4K160核子的 10位2GB非压缩信号输出 索尼 OLED电视 连接HDMI线缆 小主机能够输出 4K120核子 10位 VSBCR 444的 非压缩信号 Radeon 780M核显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结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 可以流畅播放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爱国者7000Z 7100兆杯每秒 达到了PCIe 4.0X4的最好水平 USB4接口 USB4接口外接 雷电硬盘盘盒 3100兆B 满血的外置存储 Wi-Fi测试 Intel AX200 Wi-Fi6 无线网卡 刨伤了70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不错的水平 旁写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 Apple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上传下载 都接近2.3G 跑满了带宽 B-Link S128 装置了8核4.6线程的 8845HS CPU 65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最高功耗 没有超过100W 待机最高功耗 8.4W 按上面这些结果 120W单槽PD小电源 可以搞定 室温34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7度 SSD待机温度43度 在台小组级 65W性能释放 CPU满带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43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是 接近37分贝 非常安静 不过 这只是一开始 测试到中间 出现了飞机起飞 机身噪音 增大到53分贝 耳边47分贝 很快消失 但会一直循环 我们又单独测试了一轮 OpenWRT 这一次是一直 机身53分贝 耳边47分贝 我们又测试了 单烤FPU 再次浮现了 噪音增大又减小 并一直重复 在单烤FPU的 风扇曲线上 我们也看到了 风扇不断从2000转 上升到2900转 又降回2000转 循环往复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静音 到底跟哪些因素相关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的室温太高了 现在是夏天 室温是34度 接近35度 我用空调 把测试温度控制在了25度左右 这使得小主机非常安静 机身43分贝 耳边37分贝 并一直保持 OpenW测试 一样都是非常安静的 FPU单烤 风扇只有不到2000转 室温26度的时候 机身44分贝 耳边38分贝 此时我们打开了空调 Blink S128米利电脑 装置了8核16线程的8845HSCPU 65W的性能释放 在室温25度的情况下 米利主机的噪声 机身43分贝 耳边37分贝 这是非常安静的 不过 如果室温过高 也会影响到小主机的静音效果 测试ICR8 让我更了解 米利主机的静音程度 是和室温 细细相关的 如果以前我们在冬天 测试某个机器很安静 但是在非常炎热的夏季 或者在弱电箱里 它不一定是安静的 在夏日气温很高 我们测试小主机超过44分贝 以为不安静 实际上也不是它的真实水平 如果我们都以25度作为基础 那么耳边低于40分贝的机器 都可以算是非常安静的 S128 8845HS 65W的性能释放下 性能超越了其他所有7840HS和8845HS的表现 除了没有双2.5G网口 我几乎找不出任何缺点 特别是它有前后双音频输出 可以方便连接后置音箱和耳机 这一点深得我心 总结一下 这是一台目前最强的MD-Rain7和弦小主机 散热非常优秀 静音同样非常优秀 USB4也能接入PD电源 接口兼用性也算不错的 这是一台设计 做工 性能 散热 静音 都优秀的小主机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